来看是北韩这次在大秀他们的军事肌肉 这是领导人金正跟他出席了一个 飞弹发射车的交付仪式 也打算将这批武器总共有250辆的发射车 部署在两韩的边境 而专家分析就发现 这每辆发射车能够容纳四枚导弹 射程可能会达到300多公里 而且可以搭载战术的核弹头 恐怕会对南韩的防空造成巨大的挑战 大肆庆祝还有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主持 原来是因为北韩250辆新型战术弹道导弹发射车 已移交给边境第一线部队 北韩官媒朝中社报导 金正恩特别称赞 这批飞弹发射器是最新战术攻击武器 而且是他亲自设计的 凭借这一捍卫主权的强大宝剑 北韩的军事力量将持续发展 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升级核武力量 根据韩联社分析这一发射车看起来像是北韩短程弹道导弹之一 或新11丁的发射台 四肯里面300km程度인데 수도권을 넘어 계룡대까지 타격할 수 있고 유도技술도 장착했습니다 대당4개의 발사관을 갖춰 이론적으로는CRBM1000발을 동시에 쏠 수 있는 武力을 갖게 된 셈입니다 新武器可能将被实战部署 在局势分界线一带 对此韩军随认为 同时发射1000발炮弹 实际上不太可能 但依旧不敢大意 南韩情报部门 以汉美国合作 持续追踪 并监控北韩军队武器发展趋势 平壤大动作 袖军式肌肉 挑衅意味十足 再次升高 两韩 긴장态势 其实北韩7月底暴雨沉灾 韩方估计可能造成1500人死亡 双二当局 曾递出橄榄枝 有意提供人道协助 希望借此缓和关系 没想到遭平壤 已读不回 更甚至重申 两国敌对关系 金真强调 不会为了灾后重建 而放弃国防 敌人就是敌人 无法改变 不只仇含情绪坚定 金真和野心 招然若接 南韩国防部长 日前市警 北韩今年可能 祭出 核挑衅 북한은 핵실험 준비를 마친 상태라며 联合演习 等等制定合作战方针 不只如此 海美两军 7月22号开市 举行为期将近两周的联合兵种实弹演习 以检验 战队 轮换兵力的作战能力 南韩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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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人士透露 国会已通过提案奠定法院基础 预计在完成人力设施 指管系统建设等后续流程后 10月便能正式成立战略司令部 负责主导三轴作战体系 反制北韩核武 飞弹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重重威胁 TVBN新闻自博报道